第三天,我們開始行程叫車 今天是用GRAP嘗試叫車去一個軍事博物館 我看見挺近的,如果走是二十多分鐘 但外面很熱,叫車是約$12港幣 三萬六千越南豚,所以試試這個初體驗 現在出發了,八點開,現在差不多九點 應該不會很多人吧? 好了,我們到了,上網看說室外不用錢 但應該太過不適合了 是要付四萬元一個人 裡面也分很多地方 當見那麼多以前的軍事設備在眼前 其實心情有點沉重 小時候讀歷史有關於越戰 知道是傷亡很多 然後你會覺得戰爭好像很遠 但這個世界又是正在發生 好了,現在我們去下一站 就是火車街 突然間就到了 因為這裡是封住的 你要當地人帶你進去 那些店員帶你進去才會去到的 我一直在找路,不知道原來已經到了 我在Google打火車街河內 然後它偏了一個位置 是比較遠一點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突然間就到了 因為是有一個姨姨指著我 不斷說我們說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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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間它指著一條火車軌 原來就是這裡了 點了一個牛油果沙冰 然後是越南很出名的雞蛋咖啡 其實我是不喝咖啡的 但是呢,想著這麼出名也要試一下 還有呢,不小心雞和鴨講 不知為什麼出現了兩個營車 我們打算叫一個 但是它來了兩個 不要緊啦 然後呢,就是這樣看著這個火車軌 一會兒好像半小時左右就會有火車來的 這個就是越南的雞蛋咖啡 哎呀,好像一些布丁一樣 因為呢,相傳以前的越南就比較窮 他們沒有牛奶或者比較貴 就用了一些雞蛋去打成泡去扮牛奶 就加進咖啡那裡就這樣喝 而令到有這個雞蛋咖啡的發明 作為一個完全不喝咖啡的人 極甜,但是是有咖啡的香味 但是很甜 哇,它比蛋糕甜 哇,甜到風喉的這個味道 我也是適合喝這些牛油果奶吃 嗯,這個好喝很多 好喝哦 下一站我們去了吃牛肉壺麵 還有一個草藥燉雞 我猜是這樣吧 因為他們的菜單是這樣寫的 這個是越南南部地區流行的越南菜 然後這一種的米線就是CNN外部新聞 他們都有報導過 我現在就嘗試拍一下 這裡是怎樣過馬路呢 但是整條街都是車 知道你是夠膽向前走就會成功 終於說服了兩路跟我去按摩了 我選這間是因為視像人士做按摩師 而且是不用給貼士的 所以我們就試一下吧 這裡不是很高級SPA的那種 但是乾淨綺麗舒服的 按摩師的力量也是夠的 而且價錢不貴的 一個小時大約是港幣100元 不用給貼士 按摩完之後 我們在市區走到吃飯時間 這次不是街邊了 是餐廳 裡面是很古色古香 很有一種古典的感覺 然後我們坐二樓 這個地方也挺漂亮的 今晚我訂了一個米施烈一星的餐廳 超便宜 整個套是739元 即是200多元 我以為這個價錢是一個人 但我問了它不是 它是整套給3至4個人吃 它的餐廳看起來是很精緻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裡我是早兩天去訂 晚上8點就有空間 這間就叫做 我也是剛才拖車過來的 它的味道跟香港米芝蓮餐廳 是有一個差距的 但價錢也是不一樣的 不過我也覺得是值得一試的 最後一個行程 就是見爸爸媽媽對這種雙層觀光巴士有興趣 就帶他們坐一下 在這個市區那裡遊走一個半小時 一個圈 然後就可以吹風 看看夜景 都挺舒服的 是很適合老人家 有小朋友一家大小的行程 跟大家來個簡單的room tour 因為今次我訂的酒店沒有什麼特別 是我跟爸爸媽媽住三天 非常簡單 一進門後 Hello 就有全身鏡 很漂亮的 然後有一個位置可以讓我們放行李箱 放鞋 然後一眼就看光了 對了 原本我是訂了一間房間三張床 的一個family room 但不知為什麼它最後給了我 是一張雙人床 再加了一張床給我 但不要緊 三天就可以的 然後來到這裡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地方可以喝東西 一個咖啡角 它會有些咖啡粉 茶 每日有三瓶水 然後打開下面就會是雪櫃 它有說到雪櫃的東西 就要付錢 都是一些可樂 啤酒 然後來到這邊 會有一張桌子 然後上面會有他們的菜單 例如有SPA 這裡是二樓 它二樓有自己的SPA 不過我也覺得是挺貴的 我就沒有試了 然後它的插頭是挺好的 它是一個國際的插頭 什麼插頭都應該適合的 還有一個USB插頭 然後再來這邊 我正在插我的Portable 會有一張椅子 上面是有電視機的 但是我還是沒有開過來看 這裡是挺好的 讓我用來擺一些戰利品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間房的大小 兩邊都有一個床頭櫃 然後這張床 它真的是加的 因為我自己已經很輕鬆 可以把它移來移去 它大小都可以的 因為都夠這樣 四處放行李箱 然後到這邊 就會有一個地方 給我們算不算衣櫃呢 戴衣架 媽媽就戴了毛巾 我就掛了外套 然後也有另外一塊全身鏡 Hello 下面我放了一些髒 穿過的衣服 然後這邊我用來放袋 這個是我今次上機的袋 然後一些化妝品 我就坐在這裡化妝 然後再轉過來就是廁所 雖然我覺得房間 沒有太大的特別 但是它的廁所 也挺夠大的 它就會有一個洗室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三個人 他只給了兩個 朗後杯 他沒有再給我 但是也不要緊 我和爸爸媽媽可以一起用的 然後這裡的風筒 這個Philips 當然不會有Dyson 那麼快的 但是都OK 是吹到頭的 吹得乾的 然後 第三個Hello 一看到鏡子 就很想跟大家說Hello 然後就是廁所 都乾淨的 還有這裡 它的臨浴間 是很大的 給大家感受一下 我進來 是可以這樣 打開手這樣轉的 這個位置 它就有個臉 可以超級好呈叫的 這樣 看著出去洗澡的 這個廁所的流浴 我就很喜歡很喜歡 很搞笑的 這間房間 我一直是忍若聽到 有些雞的叫聲 就想附近 是不是有人養雞呢 真的早上會聽到 那些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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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然後今天終於發現了 對面有個叔叔 總之很搞笑的 原來可以在一個天台那裡養雞 我們房間有個小小的露台 雖然不是有什麼很漂亮的景 但是 其實看著一個不熟悉的城市 它的街景也挺有趣的 然後下面就是很繁忙的街道 在房間是聽不到那麼多車聲 或者是響安聲的 都蠻舒服的 純粹是聽到雞的聲 但是出來就會真的聽到 城市的煩囂 帶大家看看這幾天我們吃早餐的地方 這裡的早餐菜單 是有雞殼、牛肉殼和不同的雞蛋的 然後飲料有牛奶、茶、咖啡 今天還沒有 這裡應該是一塊西瓜汁 還有這個是熱情果汁 最後就是自助區 不是很多 但是都OK的 昨天看到跟前天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裡都是會轉款的 有炒飯、腸仔煙肉 這個還沒準備好 今天有這個陳川粉 那天我吃過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有些炒的肉 有不同的包 然後又有些沙律 又有些火腿 還有是有水果 很受歡迎的 這裡8點多 水果都沒有了 這裡就是有馬上做的 有牛肉 還有是有雞肉 這裡我預約一晚是五百多元 連三個人的早餐 這麼多天都有的 是Buffet 然後這裡的交通也比較方便 近那個環劍湖區 附近是很多東西吃的 然後也算是旅遊區 去不同的地方 你步行也可以去到的 然後在越南我到處玩 就會叫車 都便宜的交通費 所以我自己對於這間酒店是不錯的 除了他第一天沒有來收拾房 然後剛剛現在第二天 我問他可不可以幫我收拾房 因為昨天沒有收拾 他答應了我又沒有收拾 我剛剛真的跟Reception說 可不可以現在幫我收拾 他先過來收拾 這裡有一點扣分 但是這樣的價錢 我們三個人 每人每晚百多元 再包上早餐 我覺得不算貴 不會太大的投訴 但也不會超級無敵強推薦 因為附近也有超多酒店 是這個價錢的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還有我在這裡預訂的 夏龍灣的Tour 都是非常滿意的 然後它也有機場的接送 一程是20美金左右 對 就給了少少資訊給大家 這個就是我和爸爸媽媽去越南河內的Vlog 你會看到我的樣子長期都很腫 很累 因為身兼多積也挺辛苦的 但是看到他們玩得開心 然後他們還沒去過去探索 也是值得的 好 那我們下次去旅行再見 應該是12月 回到香港 繼續努力工作